賭王千金何超年生徒露出 邪惡視覺下盡了噴血身材 震撼網民的眼球 已故賭王何鴻燊的三房千金何超年 2023年4月與內地男星斗曉 在峇里島舉行盛大的婚禮 而兩個人在婚後各有國亡曾傳出分辨 幸好最近兩個人經常合體打破謠言 何超年一向有最美千金之稱 2日前有網民分享 在商場裏有與何超年出席品牌活動的相片 這名網民說 看到在這裡做品牌活動 本身打算臭熱鬧 歌手還未到 但又是一個很熟悉的樣子 感覺應該是何超年 不確定是否歡迎指證 不過美女真是又瘦又美又高 而其中一張照片在高處用高炒角度拍攝 邪惡視覺下 何超年的噴血身材 更加令人窒息 巴黎奧運無線獨家訪問女單冰冰銅牌得主 祖田希那 黃庭峰現場即時日文翻譯 黃級好評 為何可以這麼英俊又懂日文 無線奧運今屆無論是 對著巴黎的特派專員 專業評述還是主持 都獲得不少好評 日前奧運之聲之一的黃庭峰 又因為有亮眼的表現而贏盡賞賞 日前日本乒乓球選手祖田希那 在單人線中擊敗了南漢經敵 新宇斌贏得銅牌之後 以日文去接受了無線獨家訪問 日前有份坐廠主持的他 立即為相關訪問即時傳譯 內容大致是 祖田透露自己其實是瞄準金牌而來的 奈何因為首部的傷患問題 影響了技術和整體表現 所以對於最終可以得到銅牌 已經覺得難能可貴 對於庭峰的即時傳譯 網民讚不絕口 除了讚他翻譯準確之外 也讚他日文顏直俱備 非常屈肌 好搞笑 網民留言說 庭峰的廣東話翻譯的時候 用了轉述的方式 需要用多一些字 而且有些停頓 翻譯的語速亦比早、甜、晚 所以翻譯時間會加長了一些 主要是日文說的重點都有覆蓋度 而且翻譯的表達比較準確 覺得是非常好的翻譯內容 原來庭峰日文這麼厲害 努力的人都值得我們尊敬 為什麼可以這麼英俊又懂日文 世界真是這麼不公平 又這麼英俊又懂日文 還現場翻譯 這麼厲害真是搞不定 專業 TVB這次真的不是亂選人 TVB又贏了 而講到以日文即時傳譯早前訪問獲贈 庭峰就謙稱自己的日文水準 只是中規中矩 並且少言說大把人比我厲害 而且說可能在之前一晚 已經看到早前比賽的時候很感動 所以翻譯的時候 可以代入對方的感受 還有我知道大家都很想給我機會 試試即場日文翻譯 所以當時我都有特別用心去聽 而庭峰還特別感謝莊智光之後的comment 他說中常時候用一個很幽默的方式 讚我講得詳盡 好多謝他 他真是一個很好的前輩 教識了我很多東西 還有他的精力和專業度 都很值得我們去敬佩和學習 葉麗儀開Show 兒子陪出場 帶孫女上台獻花 幸福滿滿 葉麗儀感恩人生當中遇到音樂人 朋友和家人 梁永良擔任音樂總監 一連兩場的葉麗儀感恩55周年 香港演唱會2024 在日前就已經在伊利沙伯體育館開羅 全場爆滿 77歲的葉麗儀 狀態非常好 以遼亮的美聲 獻唱多年來的首本名曲 也分享了自己入行之後的故事 很感恩得到家人朋友和同行的愛惜 向觀眾發放愛和正能量 葉麗儀演唱會在日前舉行第一場 劉德華、張學友、劉雅麗和堂妹 都送上花籃道河 演唱會在晚上8時15分開始 葉麗儀在兒子的陪同之下 步出舞台 穿綠色晚裝的Francis 以一曲獻出真是美為演唱會揭開序幕 演唱會上講了不少家庭和朋友 事業的故事 Francis在台上說 當年是參加無線的星保之夜而入行 知道有電視機送 於是就報名參加 記得面試當時唱了一句 When I said I need you 評判就說 行了你回去吧 原來已經入了位 最後還贏了一部首題電視 更加認識了輝哥和尖叔 從此改變了一生 Francis其中一個環節 選唱了60年代的經典金曲 好像一見你就笑 《給我一個吻》 《情人的眼淚》 《雙思河畔》和《夢》 更加去到台下和觀眾握手 期間有粉絲向Francis送上利時 除了唱歌 Francis也表示曾經拍過三部電影 其中電影《蘭興蘭蒂》當中 飾演歌女葉麗珠 戲中有一場歌舞 他日前獻唱了戲中的歌曲《紫序金迷》 並請了拉丁舞高手去表演 他也換上彩色的晚裝 很搶眼 演唱會上Francis為自己平反 他指歌有歌名 記得1989年在新加坡 遇到同樣是EMI公司旗下的Cliff Richard 大家聊得很投契 非常欣賞他唱的Ocean Dip 非常好聽 很適合中文歌詞 後來邀請了湯正川去填詞 但因為當時是商台DJ 身份問題播歌有點難度 所以最後這首歌沒有在收音機播放過 而劉美君是幾年後重唱這首歌 大家都以為這首歌是劉美君的 而Francis說 我要平反一下 是我的Ocean Dip 愛是無涯 而今次的演唱會主題是感恩 Francis也逐一感謝 與他合作過的音樂人 以及與今次演唱會音樂總監 兼彈琴伴奏的林永良 音樂路上兩位重要的恩師 顧家輝和黃瞻 還有曾為他作曲填詞的鄭國剛 爆彼達 潘元良等等 他也感恩身邊有不少好拍檔 他笑著說好像葉振堂 他最近告別舞台 但去了內地唱歌 還有三個女人的組合 有肥媽 她是大姐大 好照顧我們 另一位就是我今晚也有來的陳潔玲 她是我行內的好朋友 她很有智慧 懂得人生哲理 心很多 有時不開心她會開解我 我好珍惜大家互相扶持 其間Francis的16歲孫女Sui 上台去獻花 令到她非常驚喜 和孫女擁抱 場面溫馨 之後Francis以一曲Memory送給所有的朋友 而今次演出Francis也獲得珠寶贊助名貴首飾 並且在台上換首飾 他笑著說 這戒指鵝蛋這麼大隻 換全套首飾 不可以在換衣服的兩分鐘換上 所以人家在台上換衣服 我就在台上換珠寶 上海灘是葉麗儀的首本名曲 她說了一個關於上海灘的故事 她說當年占叔在錄音前一晚才收到歌 最後用了20分鐘填完歌詞 當時占叔不確定上海黃暴江是否真的有浪 還特意打電話去問人 但浪奔浪流實在太順口了 所以決定不改 至於去到上海灘有沒有浪 直到去1984年終於揭中了 Francis繼續說 在1984年我在黃暴江唱上海灘 發現原來真的沒有浪的 只是有潮 但我很開心 一生人有自己的招牌歌 是很大的福氣 Francis一向喜歡運動 雖然近來一直忙於籌備演唱會 但眼球仍然離不開電視 一直關注四年一度的奧運 她說未必會每晚熬夜看完每個項目 不過每天一起來 就立即打開電視看highlight 見到中國和香港的運動員得到獎牌 非常興奮和替運動員鼓舞 在台上恭喜所有得獎的國家隊和香港隊的運動員 在舞台上為國家隊和香港隊打氣 演唱會的尾聲 Francis也說自己很幸運 在68歲的時候 仍然有唱片公司行簽她 還找了她很崇拜的歐丁佑去跟她合作 創作了歌曲《記憶類有愛》 她說我希望這首歌 像今屆的奧運運動員一樣 鼓勵年輕人珍惜生命 努力向前 無論經歷多少的辛苦 都可以排除困難 面對將來 恭喜所有得獎牌的香港和中國運動員 Encore環節 Francis也唱出《上海灘》和《感恩》 她還跟觀眾大合照留念 最後她獻上一曲《圓》 觀眾穿著手機燈去大合唱 她說希望大家帶著有愛和平的心回家 這是我的願望 祝大家身體健康 幸福快樂 香港加油